如果可以希望债券在這邊賺到價差的話 那請您一定要了解 存續期間的概念 存續期間算它代表的是我們 我們如何利用的Duration 存續期間幫自己試散 我找出適合自己投資的債券呢 好 我們公式的左邊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債券的價格的波動度 好 它會等於我們的存續期間 Duration 去乘上基準率率的上或下 前提假設今年聯準會降息的是3碼 0.75% 最後我們希望賺到10%的報酬率 該怎麼去計算呢 好 簡單的公式 用10去除以0.75 就可以回推出我們的Z 我們的存續期間至少要選擇 才有可能賺到我們的這個 預期的10%的報酬率 歡迎收看理財最前線 如果每天盯著美國聯準會動作的您 應該會發現 因為通膨的僵固性 所以現在 美國到底要不要降息 降息起碼要出現雜音了 所以好想知道 這個時機點上 我們還可以投資 債券嗎 如果您還想要投資 債券市場的話 今天專家教會您 您得要先知道 存續期間這個東西 到底它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透過了存續期間 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的債券呢 歡迎邀請到雲大證券經理潘韋伯 來在現場韋伯您好 瑞蘭姐好 大家好 韋伯交到大家之前 先問一下 《老王月報》之前說 今年某個時候開始降息是合適的 但話又說回來 通膨僵固性 所以真的要降息三馬嗎 什麼時候降呢 如果現在想投資債券行不行呢 問一下韋伯 您現在怎麼看呢 而且您說要懂存續期間 Duration存續期間到底又是什麼 存續期間簡單來說就是債券最價格的波動度 那如果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穩定的利息 拿到債券的每年的現金流 那當然是合適的 但是如果可以希望債券在這邊賺到價差的話 那請您一定要了解存續期間的概念 那債券對於某些投資朋友來說 相對於股市 可能還是比較陌生 那我這邊簡單的幫大家複習兩個 我們債券的專有名詞 那第一個如投影片的上方 提到的到期期間 好我們常說我們買幾年幾年期的債券 比如說10年期的公債 或者是20年期的公司債 那這個到期年限就是我們所謂的距離債券到期還有多久 它就是我們的到期期間或是到期年限 那第二個我補充一下 債券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叫做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就是我們每年可以從債券拿到的現金流 每年拿到穩定的利息 那這個利息是不會變的 無論我在什麼時候買 它的利息都是固定一樣的 所以我們才會說債券是一個穩定現金流的投資工具 好的那除了票面利率 這個我們每年可以拿到的現金流之外 其實還有很重要的另外一個現金流 是在我們最後一年 我們投資的債券的發行商 還給我們的票面金額 所以我們常常會說債券是到期還本的投資工具 好了那我們今天知道了我們的票面利率的現金流 最後一年拿到的票面金額的現金流 綜合上面的所有現金流 我們可以算出我們債券的平均回本時間 那平均回本時間 它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存續期間Duration 好那我們要怎麼去計算這個平均回本時間呢 現在網路上面都有很多可以簡單算出 存續期間計算機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擔心 好我先幫微博簡單做一下補充 如果您對債有興趣 這四個東西務必要弄懂 一個就是你買的債天期 十年叫做到期期間那個十年 可是你買的十年債 未必十年才回本 我可能九年八個月就回本 所以九年八個月這叫存續期間 您回本的時間 但是每年或者是一段時間你領的席 這叫票席 票面上固定領的席 票席是拿來領的 那殖利率是拿來看的 殖利率就是到期收益率 因為它隨著價格上上下下 殖利率也會有所變動 這四個先弄懂 好的那我這邊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存續期間算它代表的是 我們的債券的平均回本時間 可是今天並不是要來帶大家計算 這個平均回本時間是多少 而是存續期間Duration它代表的另外一個意義 叫做債券價格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那瑞涵姐剛其實也有提到 林准慧預期今年是會降息的 那在降息的情況下面 我們債券價格不是往上漲往上跳嗎 那個跳的幅度會是多少 就是各位可能可以在債券賺到的資本利得 所以如果各位想在債券投資裡面賺到價差的話 請就一定要了解存續期間怎麼去計算了 微博啊透過那個存續期間如何算 如果真的降息價格跳高 它怎麼個跳法呢請問 好那我們可以用公式來算我們的存續期間 其實公式很簡單 那當然今天我們不去探究公式是怎麼來的 好那我們直接去記下來公式就可以了 公式的左半邊代表了我們價格的變動 那假設我們用P來代表它 左邊畫上一個三角形 就是我們的Δ價格的變動ΔP 好那右邊的話 我們的價格的變動會等於我們的存續期間 Duration去乘上利率的上或者是下 那我這邊再幫大家複習一下今天降息會讓我們債券價格往上漲 好那如果是升息反而就是讓價格往下跌 好那假設我們舉例來說今天我投資的債券是10年的存續期間 好那如果今天市場上面降息了0.5% 好我們講說降息了兩碼一碼是0.25% 那我們可以計算出來我們債券的波動度就是10乘以0.5% 我們的降息幅度 那可以得出我們的債券的漲幅就是5% 長期債券對利率波動影響是比較大的 那又怎麼解釋呢 可以透過存續期間的概念來延伸出來 為什麼長期的債券相對於短期的債券 它的波動會比較大呢 那我們看到頭影片右邊這張圖 它是兩檔不同到期期間的債券 它的價格走勢圖 近一年的價格走勢 那我們上方藍色的這條債券 它是三年期到期的短期債券 那下方的這條橘色的 它是16年期到期的較長期的債券 可以看出中間因為利率的下跌降息的關係 讓我們的價格往上跳 那跳的幅度在兩檔不同天期的債券 差異就非常大了 可以看一下我們藍色的這條 它上漲的幅度可能是在5%以內 可是長期的10年以上債券這檔16年期的常債 它的跳漲幅度 就可能超過12-15%以上 所以可以看出我們天期對我們債券價格的影響程度 好那剛剛也說了 存續期間代表的就是我們的債券價格 對利率的敏感程度 所以天期可以很直接的去說 它對我們的存續期間的影響程度是非常大的 太容易理解了來微博請上來 再上先留著喔幫我來個筆 我簡單畫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時間越長對價格的敏感度越高 公事看得出來你看喔 再次存續期間回本期間時間越長價格敏感度越高 公事不就告訴您了嗎 接下來進入到第二章 如果真的想要賺債漲起來的價差資本利得 那麼請問 微博啊 我們如何利用的Duration 存續期間幫自己試散 我找出適合自己投資的債券呢 好的 那剛才前面舉的例子是用0.5% 我用兩碼來計算 那假設如預期的 今天聯準會可能會降級三碼 那我們該怎麼去計算呢 那來複習一下公事 好我們公事的左邊就是我們剛說的 債券的價格的波動度 好它會等於我們的存續期間Duration 去乘上基準利率的上或下 剛剛有講過了利率往下的話 債券價格就會往上 好那前提假設今年聯準會降級的是三碼 三碼代表了就是0.75% 那我們帶回來公事裡面 我們的存續期間 假設用剛剛一樣的10年比較好計算 好那乘上我們的0.75 計算出來的漲幅就是7.5% 就是如果假設今年降級的是三碼的話 我們可以從債券價格賺到7.5% 可是有的人就覺得我想要賺多一點點 我想要賺10%或20%可不可以呢 那又該如何幫自己挑 存續期間長的債呢 請問 好的那我們今天不貪心 我們用簡單的10%來計算看看 好那我們目前未知的變成是我們的存續期間 我們用Z來做代表 好那我們延續上面 前提假設今年聯準會降級的是3碼 0.75% 那最後我們希望賺到10%的報酬率 該怎麼去計算呢 好簡單的公式用10去除以0.75 就可以回推出我們的Z 我們的存續期間 至少要選擇13年以上存續期間的債券 才有可能賺到我們的這個 預期的10%的報酬率 所以投資人可以自己用公式倒算嘛 是的 我如果想要賺那個資本利得是15% 然後看聯準會降多少 如果降兩碼 那這邊就是0.5% 是 全部都是假設的 所以今天目的就要教會大家 學會公式計算 屬於自己想要賺的Positive 然後抓到買到自己適合想要的債券 好那右邊呢 好的我來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那在其他的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面 那我們怎麼去選擇我們想要投資的債券呢 如果今天我不在意的現金流 好我們剛剛講到了債券最重要的 就是現金流 我們的每年的利息 那我想要賺到的反而是資本利得 好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面 我們選擇天期長 長天期盡量拉長天期 拉長我們的存續期間 那低票面利率 這邊的票面利率講的就是 讓我們的價格多重度可以再更高一點 敏感程度再更高一點 好我們選擇這樣的債券 就可以降在聯準會預期降息的情況下面 假設它降息了 我們可以賺到資本利得 就像剛剛我也不教大家的 現在兩個債 一個債息是10% 一個債息是1% 請問喔 每年領的息比較多 我是不是快一點點就回本了 所以我的存續期間 Duration就變得比較短 當然它價格跳的 就不會比低票面利率還要來的高了 在低票面利率的債 反而時間一拉長 Duration一拉長 價格就會跳的比較高 道理在這兒 那如果我只想要穩定領席 那又要佈局什麼在呢 如果今天我的初衷是希望可以穩定領席的話 那我們跟剛剛相反過來 好我們選擇的是短天期 好這個天期的話 只要符合您自己本身使用資金的期限就可以了 可能是一到三年之內的債券 那另外的話選擇高票面利率 好剛講到了高票面利率相對於來說 它的價格的跳漲幅度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但是相對來說它的波動會減小很多 所以這邊可以有效的降低我們在持有債券的時候 我們受到的價格波動 所以我們可以說穩定領席選擇短天期 票面利率相對高的債券就可以了 那最後我再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剛剛有提到我們的票面利率跟我們的到期期間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存續期間 好那它會怎麼影響呢 剛剛有提到了天期越長 它的存續期間會越長 因為我們拿的時間會越久 好那有可能是因為最後一年的 我們拿到的現金流會比較晚回來 所以我們自然我們的存續期間就會拉的比較長一點點了 所以債券的天期跟存續期間它是一個正相關 那另外講到的票面利率 剛才瑞翰姐有跟大家報告過了 我們的票面利率越高 我們相對來說我們的存續期間就會越短 因為會變時間就短了 對因為我們拿回來的錢比較快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 票面利率跟我們的存續期間 它是一個負相關的 那請問喔 如果觀眾朋友在頂準會降級之前 只是想要穩定領席 那就佈局高票面利率的短債這樣挑 可是如果我還是期待日後的降息 要賺那個比較大的資本利得 那就要挑存續期間長的 也就是比較偏長天席 但回本時間也要偏長 或低票面利率的這些 等到之後真的降息 資本利得跳起來價格就比較高對吧 是的 好感謝韋伯非常謝謝您 今天韋伯教大家很多 開始幫大家進行結論了 因為之前頂準會有說 7年是確定要降息的 但是呢市場上又說了 湯普的降貨性很強 所以到底要不要降 降起碼都形成了問號 但沒關係 如果終究會降息 那麼可以選擇投資債 只是債可以賺債息 你也可以賺價差 您得先懂存續期間 感謝韋伯教大家這個重要的公式 債的價格到底如果真的降息 或即將要降息 債的價格跳高 怎麼去算到底跳多高呢 很簡單 把存續期間 Duration層上利率的變動 Duration就是回本時間 不是你買債的天期 到底期間是不相同的喔 而且呢長天期債 對利率波動的敏感度是更敏感的喔 降息長天期的債 跳的價格會跳更高 因此呢有人在說 好了就算降兩碼 0.5%我想賺更多 我想賺個10% 那該怎麼辦呢 很簡單 自己用公式算 我到底要買多少Duration的債 所以的Z 就是你買到底是Duration 存續期間多長的債呢 乘上這個降息的幅度 而你想要賺的 %的價差就放在這囉 所以自己Send 但話說回來 剛剛有問了韋伯 因為每個人要求不相同 我才穩穩的喔 那你就買短天期高票席的債就可以 可是呢 如果你想要賺價差資本利得 要買Duration長的 而且票面率要偏低的 價格跳的才會比較高囉 所以自己挑 以上結論這樣正確嗎韋伯 是的正確 好非常感謝您了 今天看完節目 我們學到了好多 所以咯 Rain姐也很想知道 您是哪一種呢 第一個 您根本不在意現金流 只想要賺資本利得 您就寫1 留言區 第二個如果說 我還是穩定領袭就好了 不想承受太大的波動 那我們就留2囉 歡迎觀眾朋友 您在下方多留言 讓Rain姐知道您的想法囉 還有 學專業一定要訂閱訂閱 理財這間線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方的課程 請按吧 我們下方的課程 我們下方的課程 交往 amin 等一下 看 請按吧 請按吧